據自由亞洲電臺英文版9月21日報導 伊寧市維族民眾在網上指控家人被餓死 還有人爆料 9月15日一天 伊寧市就餓死上百人 超過600人抗議遭到當局逮捕 該市官員證實 15日至少22人餓死 記者23日撥打伊寧市政府和疫情防控部門電話 都沒有人接聽 伊寧市居民透露 目前伊寧市高風險區還封著 政府宣布部分地方解封 但只能在小區裡面活動 不能出小區 另一位伊寧居民說 民眾被封在家裡40多天了 病例還源源不斷 物價也暴漲 他質疑 封城背後有黑幕 伊寧市長住人口約50萬 主要是維族人及其他少數民族 自8月初開始封城至今 每天持續有居民在網上求救 買不到物資 看不了病 不能到外地上學等 但大量求助信息遭到刪除 新唐人記者 雄斌晨傑採訪報導